七年前病人被沙捕封喉后死亡事件 主诊医生被投诉三项专业失当 医委会正退庭商议 辩方指护士记录 写上病人接受咽喉切除手术 任何人包括护士都知道 手术后有永久做口 大控方就指 医生和护士是团队 如果对方有错 有责任更正 陈志永辉 死者黄肯救个儿子到场旁听 被控三项专业失当的 伊丽莎白医院医生黄出义 继续去到医委会出席聆讯 辩方指 11年的护士记录上 写了病人接受了咽喉切除手术 说任何人都知道 切除了咽喉后有永久做口 所以可以说护士是知道的 并期望护士是根据他专业行事 除非医生注意到 同事有不合水准的表现 否则不会监察他们做得对不对 辩方指并不是将责任 指向其他人 但黄卓义不需要额外提醒护士是永久做口 反问在职的人士 作为医生会不会这样做 辩方又指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 黄卓义有看到永久做口 有沙布盖住 他根本不知情 也没有看过记录 洪方说 认同护士是有专业知识 但医生和护士是团队 如果见到对方有错 有责任更正 问题是医生有没有尽他的责任 控罪指黄卓义在医疗记录上写上气管做口述 没有写明是永久做口 医护人员被误导 事发2011年 73岁男病人黄肯救 在伊丽莎白医院接受咽喉撤除手术 以靠永久做口呼吸 转到九龙医院疗养 被沙布封后死亡 他的儿子2012年向医委会投诉 三名护士早前被护士管理局裁定专业失德 停牌一个月 有线电视机者陈志荣报道 有线电视机者陈志荣报道